他没带兵打过仗,却被授予上将军衔,毛主席用七个字评价他。 有人说2009年是中国的潜伏年,一部名为《潜伏》的电视连续剧的播出,引发了人们对于隐蔽战线往式的追寻和探究,尽管电视剧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但是其中还是有不少的细节是源于真实的历史的。 比如说其中男主角提到的客工的原型,就是中共隐蔽战线的灵魂人物李克农,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青年到潜伏到在对手要害部门的特别小组组长,直至统一领导中共和解放军隐蔽工作的中央情报委员会的书记,李克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也正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让他的身上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重新阅读那段历史故事,我们从李克农的身上学到了很多。 李克农是我军功勋作者,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级将领,上世纪二十年代, 在毛泽东、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逐步显示出,有了非凡的地下工作才干,他的一生从此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了一起, 他本人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1955年,被毛泽东授予上将军衔, 毛泽东趁他为共产党的大特务,他成为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 并获得了中共特攻王的美名。 李克农,祖籍安徽朝县,生于吴湖,1917年,18岁的李克农在北京参与通俗周刊的发行工作, 后因张勋复辟,被迫回到吴湖,五四运动后,李克农参与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吴湖右派策划反革命政变,李克农获得情报, 使得中共吴湖特支,即共青团吴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安全撤离, 这是李克农送出来的第一个情报,而他以后的工作,很多,都是围绕情报工作展开, 送出的情报,挽救的同志,不计其数,1941年4月,毛泽东曾对李克农的女儿李斌说, 你的父亲是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1949年2月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按计划五月党中央就要正式进入北平, 了然而若不铲除这些特务,间谍组织就不能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尽管速特工作成效显着 但仍有不少敌特人员,潜伏在城内为确保万无一师李克农,向中央建议暂时住在乡, 山寨征得中央同意后李克农就和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游进中一起赶往香山双清别墅, 按说双清别墅有哨兵日夜看守事先曾多次进行排查,应该是滴水不漏的, 只是李克农心系才让战士们进行最后一次检查没想到真的出了问题面, 对炸弹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李克农大吼一声, 愣着干嘛,大家很快回过神来对中央首长的住处,再次进行了全面检查, 45分钟后确信没有其他隐患后,毛泽东等人才进入各自房间, 当年六月份领导人搬进城里办公但毛泽东一然对香山情有独钟, 他白天在中南海夜里仍回双清别墅休息对于发现的那煤炸弹当时却一直没能破案, 后来从一个被抓获的特务口中李克农才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香山上的一个老尼姑, 是国民党特务炸弹就是他搞的鬼。 独史使人明智,学党史,用党史, 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神社所具有的宝贵精神财富, 指导我们更好地将党和人民的事业建设好, 将我们的政权巩固好, 将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根本利益维护好, 发展好, 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的伟大复兴。